现在是11点46分 我和小雯我们决定也一起下这个天梯 然后老师已经在下面了 在等我们了 然后我们一起下天梯 等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再拍了 而且我的那个也没有多少电了 还有10%的电量 大概只能拍一点点 小雯已经往下走了 我在还有力气的时候呢 先再拍一点点 一会儿没有力气了 我这没有短量了 你是有可能的 这非常好 他要动了 好 好 扶好啊 把你那个手从那个袖子里边拿出来 听见没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 我也在挽袖子呢 可以拍 这也是个意外的收获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走天梯 不要走那个什么电梯了 电梯要再走40分钟才能走回去 这个路程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然后我们就决定把那两张防返票废掉了 拍个照拍个照 两层腹部 然后墨绿墨绿的弹水 直了直了 下天梯也直了 我还是很害怕的 小雯已经走了 我能跑过去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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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下到底了,再往下走走,不过前梯了,依然是楼梯,但是藏在树林里,好的,因为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说一共有900多截呢,然后应该要爬十几分钟,上来的话是30分钟左右,下去的话十几分钟,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刚才可能太快了一点,走着走着,还行,上面还有网子,然后呢,我可以把帽子拿着看,拍了多久。 不用了,走吧,好吗,我们走着,我还有3%的电量了,一分钟不会的,你是太专注了,太专注了以后呢,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了,这个天梯真心没什么太大问题,比我想象中的要好走得多,因为它也挺宽的,相对比较宽,又有很, 好的护树栏,你看连树叶都栏在上面了,我觉得还好了,我一直攀到,我一直拍到没电,哇哦,这里的景色特别好诶,这个视角特别棒,特别特别推荐大家来这个天梯哦, 特别推荐,你可以拍照片,但是你拿住了东西哈,我还要最获了1%的电量,真心这个宝贵的摄影位置 我觉得你都是跳着下去的,嘚嘚嘚嘚嘚嘚嘚就下去了 所以我再给你们强调一遍,我当时也不好意思说就是你别听忽悠,知道吗,该咋样咋样,我自己都挺清楚 主要是一方面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攻略的介绍 我觉得我要把这段详细的游览方式 要PO出去告诉大家 用这种最佳的这种游览方法 电梯上 然后观光车进去 游览 是他们都没有告诉你的 只有这边工作人员告诉我 除了这样子 我还有一条路叫一线天 不用花钱就走上去了 在电梯边上 你不坐电梯也可以去那上去 是就是路程远 现在距离天井距离这个瀑布 还有一段距离 已经有很多的水汽水雾 铺到链上来了 还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穿越水雾 好称水连洞 我也要把帽子戴起来喽 穿越天河曝陆 有点湿的小白鞋啊 水雾已经打得满点兜色了 你看啊 它真的都是红色的沙盐 哇哦 哇哦 啊 有点不及了 让夏天来 特别你没清爽吗 人与自然 真的希望你可以永远 这样和我们的相处 这个瀑布最大的好处 就在于它能够跟你亲近 可以让你亲近 给了你这样的交互的机会 你就觉得它不是孤单单的在那里 而你也不仅仅是个过客 我们已经下来了 第二级瀑布的下面 然后这里边有一圈 住室环绕的一圈 人可以走过去 感受一下 他们两个现在下来 要不要飞无人机 下来 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放着放着放着 放那 好 挺烦吧 挺烦吧 挺烦的 拉手 挺烦的 可以了 上不去 有什么区别 在江湖里没有信号 上不去 哦 怎么办 接着 在这边 这边 能够大 这块都能够大 这块都能够大 好久不見了 哇,你啊 上班场的巴黎沟旅游观光 到此就告一段了 现在乘车去下一个顶点 天解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